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特色就在于 约翰要让我们认识神子耶稣基督 而每一个人认识耶稣的关键在于 你对自己有多少认识 以及你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样的主题一直重复在约翰福音的理念 上次讲到在逾越节的期间 耶稣和众以色列人一样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众人是去圣殿敬拜神去献祭 而耶稣则是到圣殿去推导兑换银钱 以及牛羊鸽子这些奸商的贪子 并且用鞭子将他们赶出圣殿 在犹太人的信仰中 他们与神关系的中心就在于神所设立的一个 敬拜系统 这其中包括了最关键的人物 大祭司 还有服侍于圣殿的祭司 成庄神同在的约会 以及约会所摆放的地点 也就是圣殿 还有神的话语 这几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了整个以色列人对于神敬拜的元素 神和百姓之间是用敬拜用献祭来彼此沟通的 所以敬拜本身就是一个对话 而这个系统尤其是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就是整个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点 一开始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 将约会摆放在会幕当中 以会幕为中心 众人或行走或居住 都是在会幕的四周 后来大卫预备了材料 所罗门为上帝建立了圣殿 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第一圣殿 这个圣殿是金碧辉煌 并将约会安置在其间 所罗门的时代 以及这美丽的圣殿代表着 犹太人历史当中最强盛最强大的时候 随着所罗门王后来逐渐的堕落 离开神 百姓也背逆神的话语 以色列就被掳 在历史上的两次被掳之后 他们的圣殿也被毁坏了 一直到被掳归回 西律王建立了第一世纪的这个圣殿 也是我们所称第二圣殿 可惜的是在这两次长时间的被掳之后 在这个西律王所建的圣殿当中 约会已经不存在 约会已经失落了 并且整个祭司的系统 血统都已经混乱 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本来教导神话语是祭司的责任 但是因为祭司的堕落 以及整个系统的崩坏 在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的期间 兴起了一个运动 就叫分别为圣的运动 这个运动产生了一个组织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法利赛组织 或者你可以称他为一个教门 这个运动的起始是 有敬前的人 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反省 为什么神让他们被掳 他们意识到过去的拜偶像 以及对神话语的背叛 造成他们现在的后果 所以就有一群人 决定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严格遵守上帝的律法 所以这个运动一开始是好的 可是后来发展成为 他们不仅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他们还要遵守所有 教导上帝话语的老师们所做的注解 很多超过神话语所定制的一些规条 并且他们认为因为自己是分别为圣的 是遵守上帝话语的 所以若是别人不照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会去定罪批判别人 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一个复兴的运动 后来就变成一个宗教的形式了 失去他原本的争议 这个就是法利赛教门或是法利赛组织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一群人呢 尽管他们走入了一个宗教的思想跟氛围 但是他们也是在被掳期间 负责一支持守神话语 教导神话语的组织 另外被掳的期间 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失去了 他们没有办法敬拜神 所以在他们的当中 原本有一个所谓会堂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凡是十个犹太人 他们就可以一起聚集来敬拜神 这种的习惯跟方式以前就是有的 可是因为现在没有圣殿了 所以这样的会堂呢 就承担起了主要敬拜跟教导上帝话语的责任 就好像以前这些责任是在圣殿里面做的 现在就分散了在各个的会堂里面 并且兴起了一个所谓的公会组织 就是由71位宗教领袖所组合而成的一个治理的机构 也是司法院 虽然第二圣殿已经建成 但是会堂和公会制度 以及在各个的会堂里面 拉比教导神话语作为人们精神的导师 这样的一个文化也同时并行 更何况此时的圣殿呢 已经没有上帝的约会存在 也没有真实的祭司 那我们前面讲到祭司家族和这个血统啊 已经分散了 那么现在这个圣殿呢 里面的这个大祭司还有祭司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大祭司啊 他是一个捐官来的 就是买来的职务 既然他并不是因为敬畏神 合乎神的方式所产生的大祭司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牟利的职位 因为他花钱买了这个职位 既不是为了敬畏神 那么就是要在这个职位上要牟利 大祭司的职位掌管着圣殿所有的活动 因此他就与前来贩售献祭相关祭物的这些商人们 形成了一个密合的炼财结构 利用人们对神的敬钱 也利用神所设立的这个神圣的敬拜 来剥削压榨 敬钱爱神的百姓 这实在是对于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亵渎 因此在玉月节的期间 众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 耶稣出现来洁净圣殿 第二章十五节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导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你看这里耶稣说 不要将我付的殿 他并没有说我们的付 照理讲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的百姓 都是上帝的子民 可是这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是如何的 他们的付是谁 不是上帝 不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他说不要将我付的殿 没有人敢说上帝的圣殿是我付的殿 所以代表耶稣说他自己是神子 这里约翰注记 耶稣的这个行动应验了经文上对他的预言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一月节是何等大的一个节日 当耶稣做这些事的时候 简直是革命性的震动了当时所有到圣殿敬拜的人们 而我相信他的举动也在整个耶路撒冷传开 第十八节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这一句经文意思是 你既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你还用什么样的神迹来证明你自己的身份呢 十九节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 上次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圣殿第二圣殿的建立状况 在耶稣去到圣殿的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圣殿建立的第四十六年 因为这个圣殿很大 就慢慢建慢慢建 好这些话在犹太人的耳中听起来就是 耶稣做的一个比喻就说 就算你把我们眼前这个非常宏伟的圣殿建立了四十六年的圣殿 把它全部都拆毁 我三天以内就可以神奇的 让所有的砖头木头雕刻金属都神奇的归位 再建立起来 这就是犹太人他们耳中所听到耶稣所说话里的意思 但是二十一节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这句话给予我们相当多的启示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说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从会幕从第一圣殿到第二圣殿 人们进入圣殿去敬拜神 神同在所放置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耶稣的身体里面 这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透过耶稣的身体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同在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 耶稣说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摩西的会幕有四个门 经由这四个门才可以进入会幕 如今我们知道这四个门就好像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圣灵所安排的四部福音书 福音书主要的目的就是介绍耶稣基督 所以经由认识神就入门了 入门之后才可以开始敬拜神 开始与神连结的步骤 而在圣殿的里面 从外面到圣所到至圣所中间的门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当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 就更加表明了 而且他是不断的在向人们表明 他就是那个圣殿 唯有经由他才能到父那里去 这也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圣殿的曼子从上到下裂开 因为罪的工架已经完全被付清了 耶稣的身体在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 到最后他断气 他的身体全部被拆毁 所以曼子从上到下裂开了 耶稣设立圣殿的时候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 为你们拨开 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保罗会说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神居住的所在 圣灵不是住在我们的灵或是魂 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体 并且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有圣洁 不要随意的滥用它 或者是随便的对待它 另外你看到这里 耶稣不断在讲天上的事 而法利塞人所了解到的呢 是地上的状况 所以他们的回复是说 怎么可能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呢 第二十二节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 门徒就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这话 便更加强了他们的信心 所以就说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第二十三节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玉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这一节经文等于是对于以上事件结束的定论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不是吗 耶稣本来就是来宣讲天国的福音 因他行的神迹 许多人信了他的名 这是相当值得高兴的事 以神迹来传播福音非常有果效 但是第二十四节做了一个反转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在这里做了一个文字上的对比 第二十三节 他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这个信跟交托这两个字 其实是同一个字 就是相信的意思 众人因神迹而相信耶稣 但是耶稣却不相信他们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万人 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万物在耶稣的面前呢 都是赤露敞开的 所以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 甚至于我们最小的是 所有一切的事他都是知道的 所以他也不用去问别人说 这人的心是如何啊 这些人其实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他其实都知道众人心里所存的 他知道这些人 他们的相信是因为一时看到神迹的一种兴奋 所以就好像马太福音13章说 种子是洒在石头地上 他是一种非常肤浅的 没有根的信心 并且他知道后来这些人都会背叛他 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们在下面嘲笑他 所以耶稣并不赞同也不支持他们这样的信心 但是在这些肤浅信心的人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姆 他对于耶稣的话是认真的 有一个法利塞人名叫尼哥底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更多了解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及支持荣耀时刻频道 请参阅以下资讯